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体积?什么是体积?书包大小,要用体积比较吗? 体积就是指一个物品所占的空间大小 像是书包、积木、枕头都可以用体积来说明大小哦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 那我们两个的铅笔盒,哪个体积比较大呢? 我们两个的铅笔盒一样长,但是我的铅笔盒比较高,也比较宽 你的铅笔盒比较宽,所以小树蛙你的铅笔盒体积比较大 没错,狐狸猫你真聪明 那我找找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来比体积大小 蝴蝶猫兴奋地从书包拿出两盒同样的铅笔盒,一盒给小树蛙 它们分别排出了两个造型 诶,这两个造型哪个体积比较大? 我看看哦 你们刚刚拿出两盒同样的铅笔盒,只是排成不同的形状 所以这两个造型体积是一样大的哦 狐狸猫,我注意到你有两个大的长方体铅笔盒 这两个铅笔盒的体积谁比较大呢? 下面两个长方体,哪一个体积比较大? 把两个铅笔盒摆在一起比 两个铅笔的高度一样高 接着比长边,黄色铅笔比较长 再来比另一边,蓝色铅笔比较长 诶,小树啊,到底哪个铅笔的体积比较大? 老师这里有很多小积木 你们可以用小积木排出跟两个积木一样大的形体 再来比一比,就可以知道谁比较大了 我先排排看,宽边和两个积木一样长 接着我排长边,长边和四个积木一样长 哦,我知道了 宽边排两个,要排四排 这样刚好跟长方体的底部一样大 我排好了 不对啊,长方体比较高,你还没排完 我知道了,我要继续往上堆 长方体和三个小积木一样高 所以我要再往上堆 狐狸猫,你总共用了几个小积木 我用了二十四个小积木 黄色积木和二十四个小积木一样大 我先排出一层和正方体底部一样大 再接着往上排 我用了二十七个小积木 蓝色积木和二十七个小积木一样大 你们发现哪个颜色的积木比较大呢? 我知道了 是蓝色积木体积比较大 没错 我懂了 因为我们都是用相同的小积木堆叠 小积木堆得比较多 体积就比较大 老师,要怎么说明体积有多大呢? 你们先用尺量量看 小积木的每个边有多长 我来量 老师,小积木的每个边长都是一公分耶 像这样,每边长都是一公分的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一立方公分 我们也可以继承一立方公分 一个小积木体积是一立方公分 二十七个小积木的体积就是二十七立方公分 我知道了 二十四个一立方公分体积就是二十四立方公分 所以黄色积木的体积就是二十四立方公分 体积二十七立方公分比二十四立方公分大 所以蓝色积木的体积比较大 对,你们真厉害 一个小白积木体积是一立方公分 小树娃排出来的造型积木 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分 一个小白积木体积是一立方公分 七个小白积木的体积是七个一立方公分 也就是七立方公分 答案为七立方公分 第二天上学 小树娃发现狐狸猫怎么又背回原来的书包了 因为新书包体积太大了 放在椅子上我没有位置可以坐 所以我只好背回原来体积比较小的书包 小朋友,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 体积是指一个物品所占的空间大小 每边长都是一公分的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一立方公分 可以继承一立方公分 七个一立方公分的积木 堆叠的体积就是七立方公分 所有尺导人都不准备